最近有一些粉丝在问我 为什么总是喜欢在Vlogging的时候贴着墙站 实际上不是贴着墙 我现在正在贴着一面窗户 因为我在一个酒店里 不在上海啊 在镇江 前两天 我应该已经把前个视频已经发出来了 前两天有一个Vlogging的视频 前两天正好从加薪 然后到了今天这边的镇江 那么其实喜欢贴墙站有两个原因 也不是因为喜欢而贴墙站 第一个原因是在于 其实在窗边上因为有自然光线 所以会在Vlogging的时候 有更多的光线打到我的脸上 这样可以让我的脸上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曝光 会更好一些 是有利于拍摄时候的画质和成像质量的 那第二个原因是 其实很多的墙边你们看一下 都有这样的扶手和栏杆 我也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贴着墙以后就可以一个手撑着扶手栏杆 减少一些在Vlogging的时候 另外一个手手持相机的这样一些重量和吃力 这样可以让我在贴着墙的时候 对着镜头一次性的说更多的话 好了那么讲到Vlogging我就 正好有很多之前的一些网友问过我问题 就是关于如果要Vlogging的话 我可以买什么相机 那今天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所以我来跟大家谈一下Vlogging的时候 我们可以买怎样的一些相机呢 正如我所见啊 我现在到了这里来了 那么先等一等我们先把 先把这个相机关掉 然后把 关掉关掉 我只关掉就是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把开场做了 嘿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 欢迎再回到 Husin's Drama 我个人的视频博客平台 那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 是关于如何去购买一款相机 来用来Vlogging 那么在正式谈到相机之前 老样子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Vlogging的这种拍摄手法 跟其他的拍摄手法特指像这种 坐着对着一个镜头有三脚架架着一台相机 对着自己进行自拍 来讲解这种类型的视频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要澄清一下的事情是 这种类型的谈话 这种类型的不手持 然后相机是架在三脚架上的这种自拍 不能算做Vlogging 我所指的Vlogging Husin师傅 给大家回答一下 什么样的拍摄手法才叫做Vlogging呢 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的 同时在拍的东西叫做Vlogging Vlogging和那些坐下来 然后摆拍摆自拍或者说坐下来谈话 但那种拍摄手法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第一个主要的区别是在于Vlogging 其实是更讲究一个临场感 就是说我正在进行一个活动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自己给自己的车去清洗去擦车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带给我的听众或者我的观众朋友们 一种临场感一种在线感一种 与我在一起的感觉的时候 我会去使用Vlogging这种方式 往往它更强调一个参与度 一个参与感 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 单手手持一个相机对着自己进行Vlogging 然后画面也是晃动的 然后也会有一些我自己在画面当中的Activity 就是行为和行动 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我的Movement 我的一些动作 然后它跟摆下来自拍或者说摆下来拍谈话这种最大的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摆下来拍谈话 它更多的是讲究一种更加理性的一种思考 它更多的会用于我给大家拍摄的一些教学啊 一些经验分享啊 一些我的心路历程的分享之类的 它更需要你们安安静静的坐在电脑前面 或者安安静静的坐在手机前面 我也安安静静的坐在我的镜头前面 我娓娓道来你们耐心的来听这种感觉 所以Vlogging和整个的一个摆下来自拍的节奏上面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的 大概就是这样了 好谢谢Hussein师傅 那我们回到这里来 其实呢 关于Vlogging的相机啊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因为Vlogging在这种拍摄手法 它是有几个特征的 所以它就跟我们买其他的相机 所需要的相机里面自带的一些性能和功能 就有一些小小的区别了 首先拍摄Vlogging一般都是这种手持形式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般都是这样的手持的 那手持的情况跟三脚架的情况 就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手持它是比较容易晃动的 因此呢 你在考虑相机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到一个这种减少晃动 也就是需要有一个相机 如果相机自带有这种机身的自带防抖动功能是最好 如果相机没有像我这台单反佳能的800D 就是没有相机的防抖动功能 但是我用来Vlogging的镜头 它就需要有一个镜头的防抖动功能 这种防抖动在整个Vlogging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非常非常抖的画面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你正式的成片的这样的一个影片里面 幸运使用的 那除了你手持Vlogging情况下 要有防抖动功能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你是需要的 或者说有一个相机特征你是需要的 就是相机的重量不能特别重 因为如果太重的相机 你长时间的拿着它进行Vlogging 是非常非常累非常非常吃力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 我家里有几台相机 有一台是现在正在拍摄的这台80D 还有一台是我现在手上的800D 当然还有一台是我的索尼的A73 这三台比较像样一点的相机 黑卡这个不算 黑卡因为它那个光学传感器的尺寸比较小 我觉得它在很多很多的情况下都是不大适用 并且它的电池的寿命实在是太短了 那么在这三台相机里面 我平常日常现在用来Vlogging的相机是这台800D 原因就是在于这台800D 是这整个三台相机里面重量最轻的一台 那Vlogging的第二个特征是在于 在Vlogging的时候实际上场景变换是很快的 你经常会从一个地方突然走到另一个地方 不是突然 你经常会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然后会从室内走到室外 然后会从拍自己的手 比如说我经常做这种事情要拍自己的手去开门 拍自己的手去开一个淋浴器 拍自己的手或者说拍自己的脚去走路 其实你经常会有这种场景的切换 一会要切换到自己的脚上面 同时又一会切换到自己的脸上面 然后有的时候要突然之间经历这种光线的变换 从暗到亮 从亮到暗等等等等 因为这种场景变化快 所以就需要你的相机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你需要一块这样的翻转屏 这样可以随时随地看到自己在相机里面的场景的 在场景变化的过程当中 自己在相机里的形象是不是有所变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要需要相机的特征是你需要非常非常可靠的自动对焦功能 因为你突然之间比如说场景从切换到拍你的手 再到拍你的脸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自动对焦功能的话 就会你是不确定的 你在拍摄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对焦对完手上再回到脸上以后 你的脸就一直是模糊着的 这种视频拍了一长段 你觉得这一段表现很好很精彩 但是却发现由于没有对焦到脸上 而不能用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Vlogging的第三个最主要的特征 或者说一个很主要的特征是 在Vlogging的时候往往都是手持进行拍摄的 你们看不管是用左手 这是右手 不管是用右手持还是用左手持 都是手持进行Vlogging的 那么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手啊 因为是手持 所以你的手的长短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好好的Vlogging之前呢 你要好好的想办法把自己的手臂给练长 其实这是一段开玩笑了 那么手的长短在这个里面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 不是每个人的手都像海贼王里面的长手足那样 站着可以把手直接踏到地上 不是这样的 那我的手就是一种比较短的手 所以你就需要你的这个镜头啊 就是你的这个Vlogging相机的镜头的广 就是它的一个焦段要比较广角才行 如果比较近的情况下 你的镜头假设是一个24毫米的 在杰伏相机上面的焦段 就会在Vlogging的时候显得你的脸特别大 整个画面里面除了你的脸什么都没有 我人在frame也就是这个画面当中的大小非常的大 所以说呢往往在Vlogging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在配镜头的时候要考虑一个广角的镜头 那我习惯性在我的佳能800D上进行Vlogging的时候 所用的镜头的这样的焦段是在10毫米的焦段 呃等一下就现在吧不要等一下 又要麻烦HUSSEIN师傅了 啊HUSSEIN HUSSEIN 欸HUSSEIN HUSSEIN 好那我现在用的是佳能的EFS10-18毫米广角镜头 在10毫米的这样的焦段 呃开了Image Stabilization 开了镜头防抖动功能以后 一边走路一边进行Vlogging的感觉 那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镜头防抖动功能关掉了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佳能EFS10-18毫米广角镜头 在10毫米的焦段没有开Image Stabilization 一边走路一边进行Vlogging的感觉 那我现在用的是佳能的EFS18-55毫米 在18毫米焦段开了镜头防抖动 也就是Image Stabilization以后一边走路一边Vlogging的感觉 好然后现在呢我已经把Image Stabilization关掉了 关掉了这个镜头防抖动功能以后 一边走路一边进行Vlogging的感觉 再次谢谢Hussein师傅 他真的很不容易出去开车做个兼职 还要被我要求被我要求他去拍一些B-roll 来放到我的这样的一个正片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里面来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Hussein师傅 谢谢你 好了那回来我们发现Vlogging相机还有第四个特征 或者说Vlogging的场景的一个状况 会比较复杂 同时呢大多数情况下的Vlogging 都不是在室内一个人进行的 很有可能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室外 甚至是在一个人很多的环境下面 是在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下面 比如说你到餐厅吃饭 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在一个集市里面 你要进行Vlogging的时候 这种环境非常非常的嘈杂 那如何避免你在Vlogging的时候 这种环境都吸收进来的同时 你自己对着镜头说话的这种声音不能被吸收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买一个Vlogging相机 你必须要有一个这种外置的麦克风的这样的一个插口和接口 可以让你可以接一个外置的麦克风 像我在这台80D 上接的是Rode VideoMic Pro 这样一个麦克风非常有保障 它这个麦克风也很好 但今天不是介绍麦克风的所以就先不多说了 然后我现在在80D 上面进行录制的时候 虽然没有用到这个麦克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上其实是挂着一个领夹麦克风的 它也是外置到80D 的外置麦克风接口 来确保我在视频当中的音频是有保障的 所以第四个重要特征也就导致了我们需要购买相机的时候 至少我的建议是一定要有外置的麦克风接口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像索尼的黑卡5这种相机 就排除在我进行日常Vlogging的相机之外了 虽然它很轻便 但是它没有这样的外置麦克风接口 它无法满足我对于在Vlogging过程当中的音质讲话的质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很可惜它很轻但是我却不能用它 好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因为由于Vlogging它是一种特殊的拍摄手段 所以呢你的相机就要具备以上几个功能 我们综上手术来总结一下 首先要要重量轻防抖动翻转屏自动对焦 再加上外置麦克风接口 那同时可以满足这五个条件的相机 才在我今天要推荐相机的范围之内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系列 我觉得这一个系列的相机在我看起来 它的画质表现和各方面其实都差不多 就是佳能的捷幅相机的单版系列 这个系列有哪些相机呢 第一个是佳能的200D 它有那个白色的就是有一个白色的机器的 200D然后我现在手上的是800D 然后呢像这种什么750D跟800D 你看数字上也差不多实际上相机上也差不多 然后再高级一点的就是80D 就是我现在正在拍摄的 我其实在很多时候也会用80D进行一些Vlogging 原因是在于这三台相机 由于机身的重量的一个轻便到重 所以呢它们的电池的寿命也是有轻 有短再到这边中等 这个相机是中等再到我的80D 它的电池寿命是更长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考虑到一天的Vlogging 有可能比较长啊 我就会拿80D在身边进行Vlogging 因为这样它的电池可以持续的时间更久一些 推荐完了佳能的单反系列 很抱歉啊 还有索尼还有其他的其他的品牌 那索尼的相机我今天不推荐 是因为索尼它死活都不肯做这块 这块很重要的翻转屏 它就是不肯做翻转屏 所以我就是不用索尼的相机去进Vlogging 我也就是不推荐索尼的相机给你 给所有的人去用来Vlogging 不要买索尼的相机 谁让他们就是死活不做这一块翻转屏 好了 所以我今天要推荐的所有的相机都是佳能的 因为佳能 虽然它的拍照真心不怎么样 但是它有这样的翻转屏 然后有很棒的自动对焦 那接下来就来推荐佳能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V单吧 其实V单也没有什么好推荐的 就一款我可以推荐给你们就是佳能的M50 有人曾经问问过我像佳能的M6 M6我不喜欢 原因是在于M6它的翻转屏 它不是这种 你看大家看像这种 像侧边翻出来的 它的翻转屏是向上翻出来的 向上翻出来的翻转屏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请问我的麦克风接在哪里 外支麦克风 如果我的这个相机的这个翻转屏 是由下往上翻出来的 那我麦克风不就是没有地方放了吗 所以M6 No 不推荐 然后有的人会推荐G7 Mark II 那台相机呢 它因为自带美颜功能 如果你的Vlogging的 就是内容的素材 是更多的关于美妆啊美颜啊 美美搭漂亮的脸带啊 或者小鲜肉啊 就是很嫩的这种脸啊 你可以考虑它 但是我不推荐它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没有外置的麦克风接口 好了 那综上手术 以上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几款 可以去购买进行用来Vlogging的相机 最后如果要让我选两个的话 或者是最后让我只选一台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去买佳能的 单反EOS200D 好啦 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 点赞 投币 分享 订阅等等的按钮 来支持我一下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没有成为我的粉丝的话 请点击 应该是视频下方吧 有个关注按钮 关注关注关注 关注我了以后呢 每周都能学到一些 怎么购买相机啦 怎么拍摄Vlog啦 怎么拍摄视频 怎么拍摄照片 等等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些教程和视频 那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哇咻